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旗团旗下高端执品牌好程序 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支点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RDD的两种创建方式 RDD的编程API Transformation算子介绍 Axion算子介绍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型的QO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老师给大家讲解和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说一下Axion算子 上节课呢我们已经将当前这个Transformation算子呢 已经简单给大家介绍过了啊 那这节课呢我们来说一下Axion算子 那打开我们的文档来看一下Axion算子啊 那么Axion算子呢是在RDD上进行了一个运算啊 进行了一个计算 并返回结果给Java写入到文件系统中啊 那在这里啊我们之前说过 那个Transformation算子呢 是不能得到计算结果的对吧 那此时呢我们只有触发Axion算子的时候呢 才能将之前所有Transformation中 所计算的这些程序的结果得到 所以呢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常用的Axion算子 首先第一个Reduce 那Reduce的含义呢是通过当前函数呢 将RDD中的所有元素呢进行一个聚合 并且进行一个计算 还有一个呢Content 这个呢作用呢是可以将当前我们的算子呢 转换成一个集合呢返回给我们来使用啊 除此外呢Count 那这里啊我们可以返回当前RDD中元素的个数 还有First可以返回RDD中的第一个元素 那这个呢可以类似于我们下面的这个Talk啊 Talk那Talk呢返回的是由当前数据 以及N个元素组成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传输的参数多少 就会返回多少个数据给我们啊 那这个呢主要可以让我们用来做像什么 Top3啊Topn啊Top几等等啊 除此外呢还有一个Talk 和圣旁啊 那这里啊它会返回一个数据 该数据呢从数据中呢进行一个随机采样啊 可以得到一个随机采样的一个效果 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TalkOrder 那这里啊它和当前的这个Top类似啊 也就是当前我们那个Top顺序是差不多的啊 TopOrder 除此之外呢这里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啊 它这个Top类似是相当于我们这个Talk啊 还有一个呢叫Save As Test Fill 它可以将我们当前的文件呢 咱们写的一些数据集啊 以一个文件的形式呢写回到HDFS文件系统中 或者是其他系统中 除此之外呢还有当前一种叫Save As Secret Fill 它可以保存一种我们HDL啊 Hadoop上的一种默认文件格式啊 进行一个保存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叫Save As Object Fill 可以保存一种对象的类型的一种数据啊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叫Count by Key 在这啊它可以根据当前这种形式呢 进行对Key的个数进行一个获取 它主要是应对什么呢 应对一个当前的KeyV形式 即我们当前的一个原主啊KeyV形式 还有一个叫FullEach啊 那在这里它的主要作用呢 可以在数据级上呢便利每一个数据 并且打印出来 那也就相当于一个打印 那这些算子呢 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Action算子 那Action算子 我们这节课就介绍到这里 后续呢会推出一个每一个算子的一个用用 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收看我们后期的一个视频 那这节课OK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